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宏大今天是炸了 是暴跌啊 股价不得了了啊 发生这个股价的剧症啊 但与此同时啊 这个公然耍无赖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啊 还有及其香港政府啊 现在是臭不要脸啊 我也是太小清心了啊 低估了这个邪恶 这个黑幕啊 究竟有多黑啊 今天是强行通过啊 这个破产清盘啊 的一个重整的一个程序啊 强行延迟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分析分析 这公然耍流氓在国际上 这简直都没有底线啊 现在一点底线都没有啊 这做简直创了人类的新纪录啊 啊 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就 40个航大啊 更大的一个雷 马上要来了啊 这个 90万亿啊 这个巨雷啊 正在向我们走来啊 所以一波未平啊 一波又起啊 这个细胞子 躲得过初一啊 这玩意躲得过十五吗 哼啊 那个走着瞧啊 走着瞧啊 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先看恒大啊 恒大今天股价暴跌啊 这个10月30号啊 我中午啊 这个恒大 突然宣布啊 啊 在港交所啊 公告称 香港高等法院啊 于2023年10月30后 清盘成寝的聆讯啊 进一步延迟啊 延迟到2023年12月4号 再度延迟 哎 这个雷强行不让他抱啊 就就是耍流氓 但是这延迟有一个怎样的特征呢 就是没有得到在全人的支持 这次是耍流氓式的 而且本次延迟呢 已经是第六次 第六次延迟 而且这个前两次延迟呢 都得到了在全人的支持 但是这次是吗 没有 没有得到支持 强行推迟 哎怎么搞怎么搞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恒大交了一个申请 我们我们延迟吧 然后呢 香港法院 以前所有这些延迟 您聆讯啊 这个破产重整 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怎样的前提下呢 建立在债权也同意就双方都同意嘛 你不可能债务人单方面同意延迟 那个永永远一百次 你延迟一百次永远都不还钱 啊 这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啊 就以 所以 以前来讲这个破产延迟 必须要要这个聆讯要延迟的话呢 必须获得什么啊 债权的同意啊 你借钱给你的人要同意才行啊 你借钱不还的人 你同意有你 有乱用啊 对不对啊 哇 那个这个这个世界各个借钱的 各个都不还了 那还得了咯 是不是啊 那那那这个完 这这不用玩了 这个这个世界就如果这样 是不是啊 但是现在香港香港法院就是这样 啊 而且我这个有好 我们发现啊 这个这个事情也也更加复杂的一面 是什么呢 现在原来申请恒大破产的不只是美国银行 香港银行也有 就这几个法院都有 而且几个法院的开开庭的时间都不一样 啊 所以就搞搞得很乱啊 搞得很乱啊 这个这一次10月30号的 这个不是美国法院是香港法院的 美国法院那个就是10月25号 延迟了的那个破产保护的聆讯 哎呦 所以这个搞得搞得很乱 啊 现在是 呃 在在很多地方都都有这种破产的 从从整的聆讯啊 这个 呃 这个这个恒大现在啊 在在在这个消息底下嘛 反正 呃 当天啊 恒大的股价开盘是迅速下挫 因为今天是审议这个破产嘛 如果一破产就直接就玩独子咯 对吧 所以这个股价一开盘 曾经就马上就跌了20% 最高跌到一毛八啊 一毛八啊 其实也太高了 恒大一毛八太高了 那样恒大的比的比什么都烂啊 恒大全中国最烂啊 可以这么讲 比国美烂多了 国美的剩下几几分钱的 你说你恒大何德何能有一毛多钱呢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这 这本来就不合理啊 但是这个跌幅反正一度是高达22.88% 但是就公公告了这个延期之后呢 一度还翻红啊 但是但是由于这个基本面实在太差了嘛 所以就后后来的陆陆续续又又砸回去 啊 砸到收盘吧 收盘几乎跌差不多10% 啊 暴是两毛 一分三啊 这这港元一股啊 所以这是恒大的情况啊 恒大的情况就又再次延迟 也没有得到这个债权的同意 债权不同意 债权就想清盘 你赶紧清给我 有1000块 1000块 1万块 1万块 你不要再搞了啊 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香港法院现在脸都不要了 啊 香港法院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公信力了 这个是全世界都没有没有一个法 但是他他这个怎么怎么讲呢 他这个也不是一个审议啊 他他是一个推推迟开庭啊 他他但是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你说的根据什么原则在在延迟这个这个恒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领寻 但是香港法院这不要脸啊 香港法院 乱乱来 这都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两次了 都多次都是 那那包括很多反送反送中的很多案件呢 哎呀 这个包括黎智英啊 这个都是这样啊 其实他现在就从政治领域走到经济领域啊 就就是反正反正你说这个事情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不让他破产 啊就不让他破产呗啊 这个我们都没想到这么黑是吧 哇 这个小林财经呢 还是太天真了 还是太嫩了啊 想想问题啊 这个这个世界太黑了 啊就就这么简单嘛 是不是啊 但是但是黑不黑不黑一回事嘛 那是今天就是暴跌了 还是他还是继续暴跌 你你批不批吗 这个股价还是还是就继续一天天的跌下去嘛 反正这个事情啊 啊 延迟有什么有有有有有一个什么目的呢 不就是里面的钱没跑光吗 跑的哪天的跑的跑的一分钱 跑的没有什么意义的 到到时候在在在看怎么怎么处理嘛 是不是啊 让让他退市也可以啊 是不是啊 啊现在现在其实他可以退市啊 是不是啊 这个退市就清静了 没人没人会看是吧 现在为什么还让他复牌呢 那就是在想把这个股票 砸到老百姓手里 今天就是一个明显的什么 就是拉高出货 就是一个明显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做了一个做了一个 通过香港政府延迟香港政府延迟 还有还有这个 其实就都现在从香港法院 是在大陆政府 这整一套体系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忽悠 就在做庄 现在庄是谁 就是就是 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现在在做庄 呃 如果做庄的这个庄家可牛了香港 政府香港政府香港法院都是他管的 他说延迟延迟 然后这个底下这个买啊 跌到百分之二十的买 然后我这个一延延迟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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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有散户进来了 反正港股提加林 然后要有散户一进来 你看 又延迟了 有有救了 然后再卖给散户 所以现在现在这个恒大高啊 这一招这个就是这么黑 就是这么高 就是反复套弄 跌下去涨上来一天 百分之三十 哎 这中国共产党在里面就做多做空 做多做空 这就赚了 但是长期的还是下降 哎呀 散户没得完 散户跟你说跟 跟着中国共产党哪里有的完呢 没得完 那法院也是大概的 这个警察也是大概的 哎呦 现在香港法院也是在开的 现在回头想啊 习包子为什么要把香港拿过来 就是要控制香港的法院 他现在知道就有很多经济问题啊 对吗 就把香港法院也控制起来 这个很重要 那到时候这个香港法院不听话 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把恒大这个判了个判了个破产 这怎么行呢 是不是啊 所以这 其实哎呀 这个这个搞那么多动作 最后还是钱钱钱呗 是不是啊 这个这这也就是这么这么意思 啊 所以这个这个 反正9月12号啊 之前也也是公布过这个这个安排呀 推迟 还有本来10月25号就在纽约南区 美国破产保护神的审理的一个聆讯 当时也延期 延期还还没有个事件 哎呀 反正就就这样啊 现在现在就就他还要继续做庄啊 继续啊 想办法 因为这个恒大这个成本太高啊 所以继续做庄啊 继续搞钱啊 这这头等大事啊 那于此同时 其实我们留意一下其其他经济方面的情况嘛 啊 就是这个跟一个更大的来月的又来了 啥呢 就是这相关产业链 相关产业链现在现在都都都不行了啊 我们来看 随着近年啊 国内经济也越来越差 房地产房租不丑啊 啊不断贯彻啊 啊 这个行业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 上下游产业链 我们要看一个上下游啊 这个建筑类企业在一轮就一轮的打击底下破产成了普遍现象 就普遍现象在搞建筑的 这个破产一大堆 啊 据不完全统计在2023年以来 1300多家的建筑类工企业破产重整数量之多啊 是令人唏嘘 1300多家呀 就搞建筑的破产了 就直接就登记破产了 有一些都没登记的僵尸鞋丢在那的 那数不胜数 所以有有有可能翻一个倍 实质上挺惨的可能翻一个倍 2000多家 而你每家企业好歹这个几个月就十个八个员工吧 你今天搞就搞建筑的最最少的几个人呢 对不对 你你不是全职都要兼职呢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那好多就业呢 几 这个你说两我给他翻个倍 2000 20006个搞建筑的 每个每个搞建筑的有有个十个人 有些多一点有的少一点 拉平十个人呗 那就几万 几万人失业了 几万人又失业了 你看 哎呦我这这这 这个这个就搞建筑的1300多家啊 这个现在有有登记的 呃申请破产啊 申请破产 还有截至9月20号啊 2023年已经有62家混凝土企业申请破产 搞混凝土的 一看也也破产 也破产 还有11家的杀石企业啊 这个这个搞搞点沙啊 搞点泥沙啊 这个石头啊 宣布破产 或者进入破产程序 中国要搞破产 这不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也搞了这么多 那可见这个确确实很吃紧 那房地产灰头土脸啊 政府财政吃紧 城头那就是肉眼可见的崩溃了啊 啊 2021年我国城头平台 有息债务的高达56亿元 50万56万亿 56万亿啊 根据财政部数据 截至2023年6月末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7.8万亿元 在城头在高达55万亿元 总额超过90万亿元 我都看蒙了啊 政府债务再加上城头债务啊 加上这次超过90亿 90万亿 90万亿啊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40超过40个恒大 40个恒大 40个恒大这都是在路上啊 所以这个细胞子印了一万亿有毛用啊 细胞子印印了一万亿大 这个大不了就什么 这就就是时间脱脱啊 能能走一天是一天 没有 那这这这这么大个雷 他他又怕什么呢 他他怕呃这这中国中国人民币信用崩溃嘛 嗯 所以他 现在也不敢印印钞印的太多 在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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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确实有这么多企业就我就关张了 这么多企业关张的话 失业啊 哎呀上下有产业链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 就 所以这里面他也是很别扭 当时2023年年初的时候呢 那个财政部在回答稳妥化解 隐性债务存量方面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稳妥化解隐性债务最存量 要化解存量啊 就不要有争量啊 要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 当时是这样的 搞了一个什么呢 叫做随家孩子随家报 但后来这个提出随家孩子随家报的一纲就下台了 搞了个潘工胜 搞了个潘工胜的 潘工胜也不敢动 哇这么多钱哪里行啊 到时候我我潘工胜上背锅不好搞哦 叫习主席 后来的潘工胜们自己不敢搞 就让习包子搞 习包子一路 这下你们怎么搞的 上个班都不会上 习包子就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去了央行一趟 然后然后就拍板 就给给印钱 然后 这这股市不听话 一拍拍板 一拍拍板 这两天 要求社保基金 跟那些底下人开会 开会你们怎么搞的呢 是吧 你们是 是是这个怎么不印钞呢 赶紧给我印 印一万个亿 对啊 先一与万一再说嘛 所以这这你看这是这个包子 就随便来啊 当然当初易刚啊 郭树千还是有点谱的 就随家还是随家报呢 就就不要不搞的 做乱七八糟的 但现在习包子是看不行了 底下的官员说 你你压习包子再不印钞 我们要造反了 你不给我们发工资 我们应该我们 我们现在要到处给李克强献花 这个李克强献花干你呀 那些看你习包子怎么样 搞搞些动作啊 所以习包子怕的不得了 习包子哪里赶呢 这习包子赶紧就这么的 赶紧就印钞呗 所以就不印那些万机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时间 是不是啊 那还有这个碧桂园 也是又又有新状况啊 这个今日这个天眼查 天眼查APP显示 荷兰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 荷兰大树置业有限公司 这碧桂园 反正碧桂园啊 荷兰省国控保障房啊 你看碧桂园搞了个保障房啊 差不多是 新增一则恢复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很大 涉及多少钱 14.8亿元 14.8亿 有十几个月 哎呦 这碧桂园的这个都下尿了 这个十几个月 哪里有钱呢 碧桂园现在穷的不要不要的啊 涉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执行法院是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你看又搞了十几个月 这这这为什么意思呢 就之前碧桂园好像账里面没钱 最近你不知道哪里来的钱 反正有钱赶紧法院 你看荷兰是省政府的嘛 执行的法院是郑州市中级 反正郑州现在穷的不要不要的 你压这个碧桂园突然有钱 那去监测到赶紧给他扣 赶紧扣下来 就扣了什么 就把碧桂园十几个亿就扣了 所以现在什么 现在抢钱 就就底下的人穷穷的不行 这个这些细胞的 这个这个又又就给了一万一万一全 过这么多个省分 你说每个省才多少钱呢 就三十多个省 三十多个省每个一万一 每个省 一千一都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这个 这这底下现在在干嘛 那是互相抢 那郑州人民法院一看 压荷兰碧桂园局员账上有钱 赶紧给他扣 就把十几个亿就扣了 扣了 你说这保交楼怎么办呢 我这个我这个钱是安排过来保交楼的 荷兰省政府说我管你了 我的保不保交楼关我毛 是保交楼的保 保给谁保给那批民老百姓 韭菜 那保交楼关我毛 是啊 我我是有顾好自己先 我的公务员现在 那个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细胞子来找我 如果细胞子来找我 让你让他来找我 我我跟他说 所以郑州市委书记已经 已经跟细胞子干起来了 我们就看到 这本来这个钱是什么呢 碧桂园搞好不容易搞了十几个亿 想想干嘛 那想想保交楼 保交楼是谁提出来的 是习近平 其实 新品 习近平要要碧桂园 要行到保交楼 让他们 哎哟 我里面赶紧把那个房子建好 不然老百姓造反 那造反到中南海里面去了 是吧 这个这个保交楼特别重要 这细胞子就是怕老百姓造反 那现在没办法 一有钱 一有钱郑州法院发现有钱 郑州法院饿得慌 赶紧把十几个亿自己先拿的 所以现在中央跟地方抢钱 已经是公开了 公开化了 这是这是什么玩意 反正乱套 中国现在都是乱套的 乱七八糟 一有钱 这个给他扣 马上扣钱 就扣了之后 然后这保交楼又没法做 扣到法院那里去 法院扣给谁扣 扣给荷兰的村镇银行 扣给我估计 荷兰那边的银行 这一事件引起的房地产 行业巨大的广泛的关注 突然的行业金融风险 严峻性 非常严峻 啊 这个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此次执行标的 这主要就是什么呢 根据跟银行啊 反正银行 事实上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已经成为房地产行业一大风险点 在行业繁盛期许多 房地产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 和其他金融机构资金支持 啊 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 都 都到处乱套了 反正都乱套了 就是 互相抢 银行银行也要抢 银行也没钱 银行也要抢开发商的钱 就是互相抢 这个搞的搞的搞的乱七八糟 底下还有什么行业也是 也也是没钱呢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做电器的 做电器做做销售的啊 近日苏林电器 蛮有意思啊 苏林意购啊 公布了2023年第三 啊 嫉妒财务报表 哎呀 我都不明白这细胞子 你就让他这些股票退市了 算了 这个不免得天天天看的暗晕 哈哈 啊 天天天天看的 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那细胞子就是喜欢装 他他把这到时候 哎呦 苏林意购都退市了 都这个感觉又不好看 哎呀 也不难看 难看 我来他当细胞子 把股舍都关掉算了 那个天天 你说搞搞这个搞来搞去有什么意思呢 是吧 但是反正就就这样啊 这个是苏林意购就在上市嘛 上市他就要公布这个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里面显示呢 2023年9月30号 加勒服中国超市自营门店数目啊 剩下多少 加勒夫大家猜猜中国的加勒夫还剩下多少 中国的加勒夫啊 都剩下10家了 就剩下10家 今年1到9月份关闭的门店达到多少 137家 这剩下10家门店啊 1到9月份呢 关了137家 关了100多家这个加勒夫的超市 我们都不知道 全关了啊 啊 现在上班上半年营业门店40一家 关了106家 这意味着7到9月份 加勒夫中国关闭了30一家 各个月关嘛 一天关也关一家嘛 哎 关的关的关完了 剩下10家了 反正今年加勒夫基本上 能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啊 退出中国舞台 哎 全部关了 算了 啊 这物保表显示啊 按照既定的加勒夫中国业务 受身调整计划 那个受身调整 你以为你这样受 怎么一百 几百家超市 你就受的剩下10家 说的好听 业务受身计划 这是受身啊 你都倒闭 你受身 可以 所以说的很好听 是吧 受身计划 啊 推进店面关闭调整啊 带来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这个有个毛的收入呢 啊 币电还产生了一次性赔偿支出的金额啊 增加 哎呀 所以这个亏的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啊 这就苏林依购底下的加勒夫嘛 以前把加勒夫买起来 啊 这个账面也是产生了商欲在内的巨大的减值 哎呦 我都不知道现在这苏林依购多少钱呢 这苏林依购多少钱 商欲就是他他反正就是要记起减值了 那加勒夫现在给苏林依购也是带来更多的亏损 啊 市场的调研机构啊 还有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数据啊 就是什么呢 做做门锁的 显示2023年啊 第三季度 中国智能门锁市场啊 全渠道销量啊 啊 是几乎都没有增长 啊 包括就门配房地产开发安房在内的B端销售整体 啊 中国智能门锁啊 同比去年下降8% B端其实就是给房地产搞开发嘛 然后一次性配套的 配套这一块下降的比较严重 就是现在楼盘也不搞了嘛 搞啥开发呢 啊 所以这个门锁啊 这个门锁这个又又下降8% 然后本季度智能门锁 就中国这一块啊 这个都是官方数据 然后智能门锁平均价格降到一千年级别 千元 不知道啥概念 我也没买过这种东西 我这当然没钱 买个智能门锁不用了 穷穷的不要不要的搞个智能门锁干嘛呀 我这日本也不用 日本日本自安好的很门都不关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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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也不要 中国的时候没钱 日本的时候好一点啊 在日本自安非常好 门的门不用关了 睡觉不用关门 啊 所以这个 啊 就三年以来新低啊 新低啊 啊 八月份首次就跌破一千元嘛 就这个智能门锁啊 所以 做门锁的也不行 你看做电器也不行 做潮湿也不行 哎 啥都不行 算了啊 啊 所以 整个经济还继续向下啊 先说这么多啊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拜拜